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给您收获送老大叔为您带来的刀腿直播比赛解说 来带来今天的重头戏 巅峰联赛第五赛季NP对战老干爹的比赛 这个是TS7 巅峰联赛第七赛季的线下赛正赛阶段的首轮 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 来看看老干爹 老干爹这个替补 老干爹这个替补是谁 老干爹这个替补是谁啊这是 MNT是什么鬼啊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替补MNT是什么鬼啊 我去查一下这个人是谁啊 因为赛前我没有注意到 我没有来得及去看这个 没有来得及去看他的这个 老干爹的这个微博都说了什么 但是这个家伙我还真不知道他是谁 你们别说 有人知道吗 这个人是谁 有人知道这个人是谁吗 我查了一下这个家伙是 我查了一下这个人是认证选手 叫X 就是AME是吗 第三个是MAYB我肯定知道 这个我认识 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去看这个老干爹的微博 我看看啊 TSCN联盟联赛 摇地节奏魔王老十一 老十一这个ID是对的 AME青菜 我看看这个王什么 王纯什么 我说这个AME这个家伙 AME的这个微博还是热闹啊 这个微博上面一共就一句话 维多利亚潘飞 老干爹俱乐部副经理 不出意外啊 应该就是AME 不出意外应该就是AME 因为我首先我是查不到他的那个 就是我在网上现在查不到他的这个 其他的信息 然后我在老干爹的这个官方的微博上面 现在也没有查到任何有这个换人的一个迹象 然后在他们发出的这个 出发的这个微博上面 出发的微博上面 我大概看了一下 这些人都没问题 就是这五个人 没有其他的选手 在最近的微博当中 也没有提及说有换人的这种情况 那应该就是AME 王纯瑜 玉 这应该就是AME 好了咱们不管那么多了 咱们就当他是AME 如果错了的话 咱们后边有认识的朋友的话 可以再来提示一下 这场比赛是一个 Mayby的帕克 Mayby的帕克 摇地是打了一个冰魂 这场比赛也是一个专门用来拿出来 去针对对方这个带责的 但是同时还发现 对方拿出一个钢贝 正好给两个人都一块怼了 老十一这场比赛是拿出了一个 蝙蝠维多利亚的一个发条 维多利亚这个进攻性比较强的选手 拿一个发条的话 应该说效果也还是 可以预计的 应该还是可以的 那么AME这场比赛是掏出了一个死问 NP这边呢 是发他的一个钢贝 然后莫斯斯的沙王 在一号位的位置上 这场比赛 一三满是打了一个虚空 两千哥的天怒 还有佩莱莱的一个暗影萨满 暗幕 不是暗影萨满 是暗影牧师 这场比赛 从双方的阵容来看 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 双方阵容而言 谁优谁猎 还真是不太好判定 这里刚上的两个人是遭遇了 老十一这里是遭遇了一下 撇了爹的带泽 刚一上来这两边也是 这个眼是往下放了一点 再往回走的时候 往下放了一点 没必的一个帕克 这场比赛出门 直接是一个大魔伴 因为他发现对方是中单的 发他的一个钢贝兽 所以自己也出门 直接大魔伴出门 对方让两个吃素 这个出门装 其实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起码属性上很足 而且补给也够用 下路是一个AME的死问 然后维多利亚的发条 也是在下路 现在看似是要在下路打钢三 因为冰魂这个英雄 现在打钢三是非常强的 另外就是他现在打 钢三不一定 一级一定要升这个疾寒之处 疾寒之处现在所带来的 这个伤害提升 其实跟如果你在一级 可以把对方双汉之族 动上的话 相比还是双汉之族的 这个优先级更高一点 毕竟两秒钟的时间 就算是前期像死问 这样的英雄 也是可以A出来两下的 绝对是可以A出来两下 这场比赛 从双汉的酱油位置上的 输出能力来说的话 两边应该说是半斤八两 A和发条两个 这个酱油都是有输出的 而NP的这两个酱油位呢 天怒的输出非常非常的爆炸 戴泽的输出 虽然是稍差了密点点 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比如他配合这个杀王的情况下 输出的能力也还是不错的 这两千哥的这个天怒 也是在不断的夺火的 同时呢 利用自己的这个 这个奥法英损 在不断的耗老十一的血量 老十一这里也是提前 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站好 赶紧拉回到塔下 这个天怒好像是有 还有想法 他可以一直跟着用 这个奥法英损去耗他的血量 这里反补 nice啊 这里又一个反补 两千哥打的是真的灵性啊 这个家伙 这一个正步 老十一这里是利用一个S 停了一下自己的普攻 然后在第二时间是给上了一个正步 刚才开始两边就是进行了一个勾心斗角 中路的对线方面的话 由于这个发达遭遇的是一个出门大摩棒的帕克 所以他在下中路应该不会占到太大的便宜 而且本身帕克是一个远程打金战 这里一个锤 锤住 皮拉爹这里要死了 交一鞋 nice 再有死问的情况下 死问的这个锤子前期的悬晕时间有两秒钟之长 而寒霜之足的这个技能呢 他只需要四秒钟 如果对方走不出去这个距离的话 就会被冻在原地 所以前期配合死问的这个锤子 再加上自己队友的椅队卡位的话 基本上都是走不出去的 这里应该是要冻上了 这杀王一级居然是敢生被动 这怎么想的 这个杀王 莫斯斯这样比赛疯了吧 这个杀王 一级居然生了一个被动 而且他还在有被动的情况下 A了一下兵 被对方发现了自己身上是一个被动技能 另外就是即便他一级生的是一个绝地穿刺 也有可能会走不出去 这里这个戴泽二级 现在身上还没有加技能 这个给上一个C再加上一个锤 还是个死人 对方的杀王还没有来得及升到二 这个马上可以升到二 能不能在卡在这个杀王二级之前再搞一波试枪 好像是不搞了 这兵线有点多 他们应该是不敢扛兵了 这兵线太多了 有一点 这个攻击力太低了 戴泽这个攻击力太低 没有反补掉这个兵 斯文身上的现在攻击力是68点高达 在下路感觉搞不到事情以后 NP选择是让天怒来到中路去挂一下这个帕克 但是天怒也是一个怕大魔伴的英雄 他的这个技能也是属于是这种 失望频率比较高 然后单次伤害一般 但总体的一个累积伤害比较高 都是这样的一个英雄 对有观众说我的这个那什么卡住了 我忘了开那个小混雄了 因为刚才游戏又是出现了进不来的情况 忘了开这个摄像头了 大家稍等 小混雄卡死了 还好好在卡住的这个表情还不算太糟 好了 这个已经可以了 斯文这场比赛在下路的一个发育 到目前来说呢 还是比较的一般 自己的队友在前期 这个主要问题是第一前两波兵 前两波兵他们对于对方的一个击杀 是导致这个兵线比较乱 而刚才过多的兵线进入了塔下以后 这个斯文并不敢轻易上来补 轻易补的话 你会导致被对方一个这个毒奶 有可能会耗掉很多的血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在补刀方面 第一名是对方上路的一个虚空 这个虚空 由于蝙蝠经常去 第一波线选择是去拉野了 那这第一波选择是去勾线了 得锁上一个CD 给上一个减塑 这开火 虚空应该是要跳上来追杀了 再给上一个C 一波平A 老师一波被带走了 意思咱们的这个虚空上来以后 升的这个时间膨胀 还是很击贼的 这个技能 帕克这里是利用一个心血之痕 加一个平A 提前把这个兵给补掉 看一下维多利亚 这框住了沙王 沙王出不去了 还是要被冻住 这个肯定是要被冻住的 冻住了一波合接 帕克过来一个法球 人头让给了帕克 然后再接着追 跌了跌了 这个带泽 由于没有升国葬 也是直接被带走 这里一个寒霜之足 把发大逼走 不让他在这个正面站上 在这个地方停留 那么现在补刀方面呢 帕克是来到了33-5 对方的虚空是34-8 在反补方面 这个虚空做的一般 反补并不是很多 那么我们反过来看 AME的反补 就明显是要多得多了 这里死问的加点方式 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 这种主发育的一个死问 并没有选择加二级的锤 应该还是选择要尽快的满击自己的一个被动 有没有人去帮他拉远古 目前还没有 尤其进到目前五分钟的时间里面 还没有人去拉远古 其实这样比赛 拉远古的任务 应该是交给这个发条去做的 但是维多利亚 他是一个偏向于进攻向的这么一个辅助位 他在拉远古方面 好像一般不是他去管 一般就是纯辅助向 然后偏这种跟着准备 跟着大哥去喝汤的这种辅助 一般对于拉远古 尤其是在自己队友 有死问这种英雄的时候 会选择的比较多一些 地图上现在双方也是打的都还是比较稳健 看看这个机里面是给莫斯斯的沙王 运来了一些补给 莫斯斯的沙王这种比赛 由于前期 这个老十一这边又危险了 火跟这个 还要好自己的这个燃油没有被锁 这个火跟燃油都被锁了 还真麻烦 看看维多利亚这边过来以后 帕哥大招定住 开弹步冲击 开始给输出 再给上一个C 这边发大肯定是要死 人头数给谁 是姚帝拿到了 姚帝拿到了人头 但是上路 这个蝙蝠果然还是死了最后 蝙蝠这个地方 老十一这场比赛 感觉打的有点 嗯 他 我估计他是不是因为太久 没有打天怒这个英雄了 他可能对于对方的这个输出的判断 不够准 他其实很多次被击杀 是没有必要的一个被击杀 这个蝙蝠这个英雄 前期在面对天怒的时候 你应该果断的掏出来一个魔伴 你应该非常果断的拿出一个魔伴来 因为对方天怒如果想要击杀你的话 他最少需要放四到五个技能 在前期 四到五个技能 如果你吃一发魔伴的话 也就是说他最少还要再多放一个技能 才能把你杀掉 这一个技能是可以给自己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缓冲的 而且对方的这个 虚空要想杀你的话 他最少也要跳一次 锁一次CD 这也可以给你提供 利用魔伴提供一个回复的机会 那场比赛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老十一太久不打天怒这个英雄了 这一波中路 这个维多利亚呢 也是被发现了 对方其实在中路并没有现眼 死问现在是夹腿小摸蚌 然后第一件装备再出封点 现在这个吸血面具钱已经够了 吸血面具已经够了 对方这也还封了一下远古 先插的一个真眼 却封掉了你的这个拉远古 老十一的虚空这场比赛 我们来看看经济吧 经济情况现在虚空全场第一 而且是做了一个点筋手 草鞋点筋 然后再去更新自己的一个夹腿 这里大家稍微我们看这个人头啊 这个估计应该是会出 哎没出不来了 天头这些跑的还是比较果断的 这刚被从后边包围过来以后也杀不了 这个帕克的把球马上结束 好我去拿一瓶水 大家接着看 OK我们来看看 现在双方的经济情况 虚空的这个经济肯定是挡不住的 如果在这个帕克在游戏进行到15分钟之前 不能找到机会拿到一波双杀或者三杀的话 他的这个经济应该一直会被对方的这个虚空压制 死问的经济应该是可以超过虚空的 如果在这个按照这个节奏这么刷 这个地方已经是依靠自己的一个 真眼把对方的这个风圆鼓的甲眼给 真眼给反掉了 还是比较机智的 看看上路了 十一现在的一个经济是有两千一 比对方的这个三二位的杀王混来是稍微修复一点 双方都是适时的选择去让自己的这个三二位呢 少量的去补一补野 把自己的经济稍微追上来一些 死问这里甲队封联以后 也是想把对方下路一塔给带掉 但是对方并不打算放 维多利亚这里再往前追 不过这个没有大招的一个发条 确实也是追不上对方 这里重新开始给这个天赌叠油的话就太晚了 这个就真的太晚了 帕克也并没有选择去用自己的法球飘过来 然后直接去放大 对方刚被现在先锋盾已经快做出来了 下路 刚刚感觉这个死闻有点危险 不过及时的开出来了自己的一个吼 这样对方的这个输出就不够了 而且即便就是加上毒奶的伤害也不太够 ME的这个反应速度还是相当快的 现在远古方面还是没有人给囤 这场比赛 说实话就是这个囤远古的这个任务啊 一直没有人给囤远古 这件事情其实挺做的挺不到位的可以说 看到这里帕克一个大招留住两个人过来给上沉默 死问落地开封脸开大 开始给输出发达这个钢杯兽炸一下 还差一刀直接剁死 那么这里死问完成一波双杀 死问在双杀以后 经济还是落后对方的这个虚空 虚空一直在上路无解肥的发育 而且现在等级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虚空现在已经十级高达了 在有点金的情况下 其实按照这个节奏打一些的话 这个老跟爹是有隐患的 因为对方无解肥的这个虚空 这么打的话是挺容易出事的一个节奏 帕克这一个法球过来 这个居然是空了 这一大招反身罩住以后 虚空的大招加上天怒的一个大 反杀掉了没必的这个帕克 一个非常老式的一个组合 天怒加上虚空的这个 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组合 这个已经古老到快被大家所遗忘了 NP这边反而倒是给这个钢杯拉了不少的缘故 当然了钢杯兽现在源于他自己这个钢猫后背 这个针子扫射这个技能范围比较大 所以他是可以在这个位置自己去拉远古的 就是他在中路在补刀发育的时候 他可以自己在每个50 他大概是50秒开始往这走 然后走到这差不多正好55秒 在这个地方放一个这个针子扫射 然后直接回到线上 完全在不耽误自己任何发育的一个情况下 可以去实现一个拉远古的任务 我看看这个一个大招砸的位置其实是不错的 漂亮 这波是姚帝直接砸死了对方两千哥的一个天怒 这里还有一个没有大的虚空 这里一个照明火箭 照到了以后对方这一个勾 Nice 维多利亚这个位置预判的非常非常的准 这里框出以后蝙蝠再给上一个拉 E3M这应该出来还可以再跳一下 死分这里再给上一个锤 接着给输出 E3M死了 这波可以不走了 那么最后还是AME的这个死分冲上来给了一刀 直接把对方给剁掉 看看这个帕克过来 再加上这个冰霜禁足 再加上一个A的大招砸脸 再接着追着给A平A的伤害 还差一下还差一下 没有伤害了 打不死了 这个发育死掉了 这帕克给了一个法球没有中 这一波钢背没杀死 很亏啊 技能交了一大堆 但是没有杀死对方的这个钢背 钢背的经济由于己方有人给推远骨 对方的死问到现在为止没有人给推远骨 这个差距也是 让导致死问的这个经济 其实在场面上并没有明显的一个优势 这场比赛感觉老跟爹能够做好的细节其实还是有一些 发条每次在游走的时候 在路过这个远骨的时候 其实都是可以去帮着拉一手的 就不用多 就多帮这个死问的线 多拉出来两波远骨 真的就多拉两波远骨 这个死问线的经济就可以达到7000块钱 这是非常非常轻松可以达到的一个数字 所以这只老跟爹能够去提升的空间 应该说还是有 其实能够有提升的空间 是好事 就最怕的 有一只队伍最害怕的就是 你自己在回看自己的录像的时候 发现没有找到特别明显的瑕疵 但就是打不赢 这个就比较容易出褶子了 这个问题是特别容易褶子了 这个地方这个真眼应该是 哎呦这个真眼快到十江 这个真眼快到十江 对方这个假眼应该是可以安全的在这个地方待好久 看看维多利亚的这个塔条 这里立上一个尺导弹一手 发达这里再不断的再给技能再留 自己没有人过来 完全没有人过来 沙王还交了一个大招 这波维多利亚应该说死得其所吧 不亏 完全不亏 大招现在的经济是跟对方的这个沙王差不多 三千二的一个总经济 维多利亚这个家伙确实在比赛过程当中 他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死的少 就是现在的这种好的酱油都具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就是不容易死 所以他的这个经济积累的就特别快 这个帕克 哎这个帕克被秒 被针对的太惨了 这样比赛这个帕克 天怒这个英雄确实太克制帕克这种点了 一三八的虚空 现在身上是一个点金 然后准备夹腿 夹出林肯 林肯这个道具在这场比赛 虚空手里头 我个人还真的是不大看好 他只能去顶掉一个蝙蝠的拉 但是蝙蝠这个拉 其实蝙蝠在有推推以后 还真不是特别怕林肯那个英雄 他跳上去以后 手在足够快的情况下 一个秒推破林肯 然后马上接拉 这个操作并不难 因为这俩技能都没抬手 就是使用任何道具都没有抬手 蝙蝠拉也没有抬手 死问现在的经济是来到了8600 即便没有自己的队友呢 没有人去帮他去杀这个 囤这个原果 但是自己的 依靠自己这个英雄的一个 刷钱方面的优势 还是保持着自己装备的一个领先 而且现在他的装备选择的比较速成 他是在出完这个封联以后 仍然是做了一个回心战刃 然后跟了一把跳 这种死问在前期的一个作战能力 是非常强的 就是他比这个双刀 呃 的这个前期作战能量强了不少 他的缺点是在自己的装备提升了以后 相比这个双刀可能稍微弱一些 看样的11 拉住 这里是后排断一下对方带责 先秒发他的这个刚费 虚空一个大招定住 再加上一个天诺 还是秒这个帕克 帕克这拨被秒掉以后呢 拍拉呆是被维多利亚单杀 死问来到战场 先砍这个E三玛 还差一刀 能不能剁出来 漂亮 击杀掉了E三玛的一个虚空 再往前追 跳过来以后两刀 还差一下 最后这一下还是死了 死了以后看一下这个发大 你这你还敢追 你这是想瞎的心啊 发达你这一波 对方这个死问大招 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 砍你并不慢啊 这个地方提前 这个插好一个真言以后 也是把对方的眼全部都给砍掉 那么这一波死问的一个完美收割 NP这一波所有大哥死光 剩俩酱油 剩了一个酱油 其实只有 因为这个戴泽是第一时间 直接被维多利亚给追死了 你看这一波团战下来 又是维多利亚没死 维多利亚跟死问 维多利亚被发条 还有这个AME的死问 两个人打完了以后 可以得吃一波火窝 美滋滋 这一波团战不得不说 老跟爹打得非常非常出色 AME过来切入战场的时机呢 理论上来说 应该说是比较好 是比较好 因为对方有一个虚空的情况下 如果第一时间这个死问也被罩住的话 这有可能死问也会死在这个战场里面 所以这波团战看一下这波应该是要准备上了 没有上了 这个在帕克跟死问两个双条条的情况下还是稳住了 因为对方现在的这个钢背兽还没有到你的这个 就是你的输出成长 还没有超出对方钢背兽的这个防御成长的临界值 钢背兽在扛对方输出的时候 有一个大概的临界值 是在自己 在对方有三个输出档子之前 杀王这里要反杀了 天都一个大 这波走出去以后 维多利亚有可能要1位2了 这波 框一手 A的大招下来 砸中以后 维多利亚这波能不能1位2成功 2000颗身上这个血量 看看那下不去了 这波下不去了 但是在与此同时 在上路这里老干爹是找到了一波机会 击杀掉了E3的这个虚空 E3这波带线带的有点远 而且自己的队友正在进行一个进攻 所以自己也是有点大意少爷 虚空现在的经济是落到了全场第3 虽然第一件做的是点击手 但是由于第二件选择出的是这个林肯 也是导致他的这个空白期很长很长很长 很长很长 这场比赛NP在这个视野方面 还是非常的注意对方加野区的一个视野 但是这场比赛不得不说 AME的这个跳刀加临机刀出的太灵性了 如果这场比赛他按部就班的去 出完封联以后做双刀 双刀完了BKB 如果按照这种出装方式的话 他需要在很长的时间里面 都在自己家的野区里面去刷钱 这样的话NP这场比赛的这个眼位 就是在对方家里面做的这些眼 就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 有很多次机会有可能会抓死这个斯文 毕竟斯文这个英雄 他并不是很硬的一个英雄 这场比赛打到目前20分钟 25比9的一个人都说老干爹还是领先了4000左右的一个总经纪 NP这支队伍现在的一个实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强的 这支队伍绝对不是一个弱旅 他们这些人员包括未来发展的一个空间 这个地方是提前提前先铺好一个编织 因为这个地方刚才有眼时看到了这个老干爹 这些人移动了一个方向 中路怕高者藏在树林里面 随时准备去破雾 但是破雾的这个站位 自己身上其实是没有这个在外面是没有视野的 这姚帝要被秒 姚帝临死之前放了一个大 nice啊 这个勾 哎 被自己的队伍被队伍挡了 但是帕克和斯文没有进来 先秒带泽 沙王的一个大招输出以后 维多利亚还是没有死 沙王开始疯狂的追杀对方的这个刚被捉 沙王这里一个漂亮的一穿二 这里看看 没必过来以后跳刀 一个大招定住对方两个人以后 斯文这里开启BKB 在疯狂的在追杀 这里维多利亚跑不了了 维多利亚在临死之前吸收了非常非常多的书 除了这里 斯文还在追对方的一个刚被 但是有点追不上 跳刀回来先补一波 看看有没有机会打第二波 打第二波的机会有没有 因为现在帕克的状态还非常满 身上有跳刀疯胀 加上一个纷争面纱 这不是就这么怂了吗 斯文虽然说现在没有大招了 但是就这么怂了吗 下锅二塔放了 我跟今天这一波的开团 应该说比较尴尬的问题 在于就是两个大哥的切入点 第一波爆发给到对方带泽身上以后 在第二时间想输出的时候 被这个自己队友 也就是维多利亚的这个齿轮 实际上是给卡住了 追不上人 对方输出的人有一部分在下边 在这个位置有一批人 然后呢齿轮是放在了这个地方 斯文和精灵龙第一个时间是走到了这儿 这样的话 双方打起来以后就比较尴尬了 把对方的眼稍微排一排 知道对方这种进攻 肯定在这种地方是有眼的 不会说没有眼的 这种地方乱冲 这个针眼我可能要插瞎了 对方这个地方并没有 这个地方他就插眼的这个动作 是被对方给看到了 姚帝现在身上还有一颗针眼 我估计这个针眼我可能要插瞎了 这波团战打下来以后双方的经济差呢 是被激进拉平 可以说这波NP打的还是相当的转 看一看钢背兽现在的装备下一个装备再出 以前已经够了 再出一个天堂 上后这个地方 撇了爹又是被怼了一波 发条这里看看 发条应该是不用交大 撇了爹是给自己加上一个脖葬 加上一个脖葬 稍微的拖一点时间最后是 没必的这一个反应是说 居然没有拿到这个人头 最后是被维多利亚给拿到了 这里在击杀到对方带走以后 也是过来打一波盾 斯文的这个输出 现在打盾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只不过就是一直被打晕 这个运气也是没谁 这里斯文带盾 哎呦这个盾为什么不给帕克呀 斯文带盾没什么卵用啊 这个东西 斯文这个英雄现在在大后期的时候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适合带七神装的英雄 就是他是非常适合去拿最后一点 就会出个刷新的 这个钢盾这么勇敢吗 这个斯文现在 应该知道这个斯文现在没大 哎过来一个勾勾中 哎的一个大招砸中 哎没砸中 蝙蝠这拉一手 但是一直都在砸后背 但是砸后背这个速度也够了 天怒这一个大招 这个发踏是为什么呀 这一波 虚空反身一个大招完了以后 你没输出啊 你这个天怒大招给完了 两个人被拉开以后 这里上来给一个锤 锤锤在哪 还差一点 锤起来 对方一散白的这个虚空 沙皇这个大招穿三连 居然是全空 只有大招砸中了斯文一点输出 这里直接被斯文剁死 自己身上再套上一个骨灰 哎这NP怎么突然间就 艺术提来了 突然间一个一波迷一样的艺术啊 这一波 这刚被烧在自己的队友 完全没有跟上来的情况下 自己一个人 黏着对方的死亡 打了半天 而且是硬生生敢追过河 结果自己一个人 被对方直接带走 这波老干爹选择撤退 是为什么呀 哎这波老干爹 哎这妥妥的拆高地呀 为什么要退呀 这谁指挥的 这虚空没大了 自己的队伍 除了 除了斯文的 没有多少血量以外 其他人都是蛮血 这为什么不拆高地呀 哎我看到我这头晕 这一波 这什么意思呀 不是 这波对方只有两个人活着 一个没有大招的虚空 和一个带泽 剩下的人活的时间 都要大概20秒左右的时间 凭什么不拆呀 这对方就算是买活 都留不住人的一个阵容 虚空没有大 买活都留不住人 为什么不上高呢 这波 就算拆不掉建筑 你拆高地塔也可以 拆不掉高地塔 磨一半鞋也行啊 这直接就回去了 什么鬼啊 这一般 一般情况下 如果说在上对方高地 怕对方买活 然后把自己留住 直接打死 这一般是在对方活着的人 有留人的情况 比如刚才那波 如果是对方这个 这个沙王活着 穆斯斯的沙王活着 沙王没有死 然后其他人 在家里带泽 如果沙王跟带泽 没死的话 你这波退都有可有情可原 一个没有大的虚空 凭什么退啊 刚才沙王死着呢 沙王留不住人 沙王都没活 他凭什么留人啊 他拿意念吗 我去 当自己是木乃伊 死了以后可以控制沙尘棒 那也行 那是能留得住 活得快 刚才有20秒钟 他才活 活得快 这波NP是想要去 这个扫描 这个扫描 老干爹这个扫描亮了 老干爹的这一发扫描 真的是亮了 这个地方看看 磁的大已经开出来了 这边蝠跳了一下 没有找到对方第一时间 这推推上去拉他呀 这个地方老十一 没自信了有点 其实他刚才第一时间 直接拉住对方就行了 这死问大招要结束了 可以走了 蝙蝠招有点僵硬 一个跳刀赶紧出来 这波死问没大 也得给上一个齿轮 断一下对方的 一个追杀的路线 其实正常情况下 像刚才的那一波进攻 就是在这个 哦对了 其实我觉得现在 我可以把那个什么给大家打开 就是这个 死档条 我找一找 我找一找 这个悬晕条 是不是在高级里头啊 悬晕条 在基础里边吗 禁用状态文字 哦应该是这个 这个状态文字应该是可以加起来 哦对有观众提醒了 我一下有林肯 我把这事给忘了 对不住对不住 这是我解说的一个失误 有林肯我给忘了 忘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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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留这个推推是 留推推是破林肯的 这是这把我大意了 我大意了 因为半天没看见这个虚空 这个有什么发挥了 也被这事给忽略掉 刚被现在身上是有一把天堂 天怒手里边是钻着一个阿托斯 虚空现在这个装备 距离输出桩成型 还差很远 这里垂住对方的这个天怒 直接怼死 所以帕克也是开始更新 自己的大根了 死问的下一段装备 已经是做出来了 血迹 30分钟 跳刀BKB血迹 其实死问出连击刀 跟出双刀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在于连击刀 他速成 他的这个速成所带给死问的提升 特别大 就是有跳刀和双刀的死问 不一定能秒掉人 但是跳刀加连击刀的死问 是特别容易秒人的 他就容易比较 容易形成滚雪球 这个装备 他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 如果在有一些 其他的这个装备成型了以后 双刀带来的提升 其实比这个连击刀要大一些 但是在此之前 这个魂蝉战刃带给死问的一个提升 是特别直观 他带给死问的提升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你去死问的要干嘛 这顶着踏踏保护 什么意思 磨刀呢 这真是磨刀呢 在这 他带给死问 还有另一项提升 是智力的提升 他可以去加持点智力 然后可以加75%的一个回蓝 哎呀 穆斯斯这个杀王死的实在是太快了 看到这波对方发大的一个TP 回到高地 这个高地感觉 杀王不在的话 是不是可以尝试推一件外塔 高地还是不敢上 现在虚空有大 在虚空有大 天诺有大的情况下 这个帕克有可能直接被免 死问肯定秒不掉 死问现在血很长 3500多血 这个死问 刚背上的天赋方面选择是加了50点攻击速度 没有加这个技能吸血 所以上来给一个锤 被对方天诺给上一套技能 也开一个吼 这个状态文字 其实现在我觉得还是比以前要做的科学的多的 以前的状态文字 以前的状态文字我是为什么给关了来着我都忘了 好像因为以前的那个状态文字老是会遮挡到那个 是遮挡一个什么东西来着 现在好像这个UI方面已经改过来了 另外就是这个版本连接都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加强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那个更新蓝铁的话 应该 应该有印象 它这个减速的时间增加了0.1秒 从0.6变成0.7 这种道具 就是威射和兵蛙在调整这种道具的一个属性的时候 肯定是会非常非常小心的 就是绝对不可能说这种道具 先给你加个0.3秒 它要一加0.3秒 双刀又没人用了 它是一定要在这种同类的道具当中 不断的去找平衡的 这里对方的天怒过来以后是破掉了一个 自己是破误了 自己破误了以后 这里帕哥也是直接选择撤退 高梅兽现在身上的这个装备在开启BKB以后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10秒BKB 这个10秒的BKB还是有点厉害的 老根爹这个阵容除了死问以外 其他所有的人全是魔法输出 没有任何的物理输出 所以这个10秒的BKB 死问本身是追不死的 自己一个人是不可能追死的 所以这个 我手拉一下 被对方留住 A的一个大招过来以后 发了这里开启BKB 开启BKB 我姚弟直接选择一张TP 但是走不回去 这个攻速的天赋起作用了 但是后排被帕克 还有维多利亚两个人干了个爽 这里天鹿一个大招定住 先把蝙蝠捶死 死问这里过来去找一下 对方E3M的麻烦 扛了两刀 对方直接跳走 这个死问还要追E3M吗 还是选择撤退了 这波选择撤退了 维多利亚这肯定是要死了 也没办法了 这波被NP打了一波近乎完美团 那么NP打完以后 可以直接过来打一波盾 而老根爹死掉的三个人呢 是都没有买的 死掉的全是酱油 对方是依靠杀王的一个买活 再加上天鹿底下 我们应该是成功打赢了这波团 反克这里一个法球 先来看一眼 开一个F 躲一下对方有可能过来 穿刺之类的技能 这波抢不了盾了 抢不了盾了 这样老干爹在这波团战打完了以后 还是死问这个第一时间的攻击目标 再加上对方的这个天堂 对于他的影响还是太大 而且在对方有BKB以后 确实这个MAYB的帕克 也是拿这个钢杯兽毫无万法 这场比赛只能是在接着往后再忍一忍 这里沉默加一个大哥直接怼死 可以费血走了 MAYB这一波在打完以后 一个人跑到对方家野区里边来上路秒 一个带则 这个确实是作为一个顶尖选手的嗅觉 这种情况一般人都会选择去回到自己家里面的半场 去刷一刷野 或者稍微去做一做视野 或者去蹲一蹲人 或者找一找发育的机会 找一找有没有跟打团战的一个机会 但是这一波MAYB居然是选择跑到对方的家里面 抢了一个神符又单杀了一波带则 这样的话把对方的这个进攻的时间又是无形中拖慢了将近一分钟 下路这里又是找到了两千哥的一个天怒 又是MAYB带队搞搞的事情 MAYB这个选手的意识还是到位 下一段装备是在跟自己的五级大哥 现在已经可以升到四级了 不知道要不要买还是流买 这样的话就是老干爹通过这两波MAYB带队的一个对对方献上英雄的一个击杀呢 也是成功的去耗掉了对方的一个 拖延了对方很多的一个进攻的时间 肉山盾的时间是在34分钟07秒 34分07秒呢也就是说39分钟 这个盾会消失 老干爹在这段时间之前应该不会选择抱团跟对方主动的去开团 应该还是以刚才这种小规模的这种摩擦接触 然后带线拖延延缓你进攻的一个时机 MAYB又是清掉了一波线 抢了对方下路家里面的这个赏金神符 又抢了对方上路家里面的赏金神符 装备方面这里果然也是 果然也是直接把这个武器大哥给作出来了呀 这里中路看一下死问的装备 选择是直接做了一个银月 然后准备去耕自己的一个飞鞋了 银月有了以后 他可以不用再带着一个甲腿了就 即便就是一会把银月吃了以后也是可以的 或者他可以直接选择把银月吃了 然后把甲腿挂在身上 把这个飞鞋拿上 差别也不大 话说回来这场比赛老干天还真是缺一个人去做大引刀 这个阵容里面没有人适合去出大引刀这个道具 他哥这里已经武器大奔了 这段时间对方有盾有奶 这个时候拖一拖是正常的 把这个比赛的节奏往后拖一拖 拖到这个39分钟以后等对方没盾了 然后再找机会抓死对方一个人就可以打了 这个阵双方这个阵容如果往大后期拖的话 两边都差不多 都有一个后期成长性比较好的英雄 像死问 他的后期成长性主要其实体现在刷新这个道具上 就他在拿到大炮刷新以后 死问这个英雄可以弥补他最主要的一个 就是大招的一个空白期 对方可以利用这个大招空白期来打一波 一旦拿到刷新这个道具 死问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因为死问如果是他的大招 加上一个刷新的大招的话 你还能够打得赢他团战的话 那就说明双方的经济差整理太大了 但是这个基本不太可能出现 钢背兽这个英雄在游戏现在已经进到38分钟左右 他其实已经站不住了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钢背兽没护甲 他只有9点甲 在只有9点护甲的情况下 对方这个死问的输出打到他的脸上 他是扛不住的 即便他现在身上有这个天囊 但是这个天囊的闪避效果会被血迹直接给覆盖掉 先锋盾这个道具打到现在游戏进行到这么晚 双方的这个攻击力都已经就是普遍的物理输出 攻击力都已经在200左右的时候 这个就已经太小了 这个反正这个减伤 NP这个时候主动进攻 但其实他的这个盾的时间已经快到了 你看这个Maybee还是在下落再继续带 因为我知道你盾时间快到了 你现在着急是因为你盾马上就没了 还要几秒钟 这个再不走要出事了 再不走有可能要出事了 马上消马上消消失了 这个时候蝙蝠开始出来找人 看到了对方的带泽拉回来 先杀你一个带泽 你要敢救我就直接把你其他人都切死 这时候死闻大招也省了 而帕克则是把下落这个兵线带到对方那个高地上 把这个下落高地塔的血磨掉只剩300多血 自己藏在树林车里边应该还是在等着对方其他的人 这哦漂亮没做了呀的这个勾 这一个勾直接留住 A的大招是飘上来以后砸中 直接带走两千哥的一个天怒 我在这波露山盾消失以后 看一看 帕克F被对方虚空大招定住 杀王远处大跳穿三连 F能不能开出来 没开出来 这波没有开出来 没必死了 稍微有点亏呀 这波真是有点亏呀 虚空现在已经是有了分身斧加上散尸 假腿这个输出已经慢慢的开始成型了 下一个双位其实他也是做蝴蝶吧 现在要出雷锤 雷锤 雷锤算是虚空的一个输出装的选择 但是 钢背双这里也是做出了一个灰药 还是在针对对方死问 没有穿MKB这个硬伤什么的 这死问还在出攻速装 这里蝙蝠看到钢背了 钢背这里在等自己的挑刀 可以拉了 可以拉了 已经可以拉了 拉住我往回推 推回来以后开始叠油 一个球 垂中 A的大招中 三刀直接剁死 这里一个勾 再留住一个对方的带责 齿轮一推 直接秒杀 AI的死问已经超神了 11杀零死 75 出来以后 开了一波 但是对方 这有一个眼 应该是看到的 开悟的一个动作了 接着往前追 死问这里 直接利用自己的大招 往前把兵线推上去 快速的上高 不过这个死问大招已经结束了 对方的钢背没有买活 虚空的大招 还有10秒 家里边应该是有塔房 没有塔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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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波是选择往上路走 帕克也是飞鞋 活了以后飞鞋 直接赶到战场 这一波NPI 还真是不好守 钢背不在的话 他们必须指望这个虚空的大招 配合天怒能够秒掉两个人 这里看一下 直接垂中 虚空的一个大给出来 但是天怒这个大给不了 A的一个大招 寡重 两个人全重 以后接着给出车 直接砍死 莫斯斯的一个杀王 天怒大招给出来以后 也没有能够打死人 这波上路高的 应该是可以直接高破了 杀王 还有80秒钟的时间 帕克上来以后 一个大招 定住 直接秒掉了 E3想能买活 但是没有大 上路高低高破 这里一个阿托斯给上来以后 想给技能 风胀 吹起来 把自己 这波可以直接破两路 对方的杀王不在 虚空没有大 天怒没有大 刚被兽 还有四五秒钟才能复活 这可以直接一波两路 而且死温的大招又开出来了 这帮人现在不敢往前走 死温现在如果跳楼上来 垂中的话 基本上就直接死了 比如说往回撤 刚被复活了以后 直接两路高破 那么NP这个阵容 在守大兵方面 不是特别的强势 虚空的这个雷锤 还是有远见 死温在游戏行到42分钟的时候 已经是达到了 马上三万经济 强袭也做出来了 强袭做出来的话 把银月一吃 把强袭拿到手 这个刚被就更站不住了 因为刚被这场比赛 他的这个护甲确实太低 其实这场比赛 我对刚被主要的问题 是出在他不撑护甲上了 他这样比赛的 就是后期桩里面 冰甲是一定要有的 他与其去出这个天堂 其实不如出莲花来的时代 他可以出一个莲花 然后出一个冰甲 莲花加冰甲 这样的话 可以让他的这个血量 让他的护甲 可以达到大概40点左右 30多点吧 30多点 差不多 莲花加上冰甲 大概可以达到30多 接近40的一个护甲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护甲 量真的是有点太低了 死问这个英雄 大家如果在以前有印象的话 就是以前经常会用来 在死问最火的那个年代 最多用来打死问的中单英雄 是龙骑 因为龙骑到了后期 特别容易能够撑出 4050点护甲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 一个700800攻击力的 这个死问砍这个龙骑 根本砍不动 砍半天 这个龙骑掉起来 他掉三分之一 很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面对对方后期的这种 高攻英雄的话 护甲是最优选 没有之一 虚空这里 这个帕克过来 大招定住 给上沉默吗 先F一手 然后给上沉默 这里被沉默以后 再给上一分钟面杀 蝙蝠过来 吹风 落地 看看是能不能直接拉出来 虚空这里是中了一个C 一个大招 推一下出来 还是被冻住了 死问一个锤 锤中 超神杀落继续 死问这场比赛 已经13杀0死8助攻了 AME这个死问 这场比赛打的顺着不要不要的 这个版本 现在死问是一个强势英雄 是一方面 但是AME这个选手 他的死问确实打的也是6 在之前 AME就是老干爹吧 老干爹这个队伍 最轻王不揭的那段时间 AME的死问也算是他们这些队伍 一个比较稳 一个比较稳妥的一个套路 这波发达自己一根顶在前面 他其实现在是扛不住 血迹靠脸 没开BKB吗 第一时间 蝙蝠拉住了 2000块 2000块 这波直接被秒 再接着砍塔 把你这个高地塔直接砍掉以后 懒得理你的人 直接过来砍点监住 这一塔防开出来以后 一个锤 锤中 杀王大脚穿 给完了以后 但是死问神兽的莲花 直接被弹回来了 再给上一个锤 再砍一刀猪脸 暴击860 那么对方也是打出了之力 虽然发达的刚被选择了一个秒买活 但是已经是三餐无望 那么这样啊 恭喜老干爹 也是展现出了非常强势的一场比赛啊 这个阵容方面 虽然都是当前版本比较热门的一个英雄 但是能够去拿出新版本热门的英雄 一支队伍 对一支队伍来说 尤其是这个版本刚刚更新的情况下 也是一支队伍实力的一个体现 就是马上能够拿出来 当前版本强势英雄 并且打出效果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开始 好了 这场比赛就先给大家做到这里 那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一个输出的一个情况 死问这场比赛呢 是打了 23000的输出 其实maybit打的还是最多 打27000 但是这场比赛确确实实 这个死问的输出转化非常高 而且正补这场比赛非常多 501个正补 对方最高的是这个钢背 有458 虚空只有302的一个正补 但是经济还不错 因为一直有一个点进手的提升 另外就是这场比赛 其实意思是什么的这个出装啊 林肯这个道具对于他来说 我觉得不如一个跳刀来的时代 就如果他这场比赛身上挂的是一把跳刀的话 他在放大的时候 其实会比用这个林肯更有自信一些 而且他在战场第一时间不需要去露头 前面站好一个钢背 那么对方的这些人没有那么容易冲上来 如果对方去激活你的钢背 你虚空可以在两个屏幕以外 利用这个跳刀 叫W直接赶到战场 然后一个大招照住对方 关键的点以后 再进行一个输出 我觉得这样的效果其实来的更好一些 不过毕竟是意思 这个艺术之魂 好了这场比赛先给大家直播和录制到这里 那咱们稍事休息 给大家带来双方第二场的比赛 我是三号大叔 我们一会见